这节课信息量有点大,我们说隔卦 接着下一个卦,怎么联系在一起 我们传统的周易,讲的按虚卦转杂卦转 甚至我们按照二次解气的12P卦 八纯卦,错综复杂卦 然后错之后又错 反正都讲过了,还有一些特别的卦 应时代,这个时代的卦 十年,一年,三十年都讲过了 那我们这节课说,这个地方肯公四十 四十遥,四十遍 它主射为主遥 下节课也是四十遥 这是什么金房八卦 现在所谓的占卜,全是用这种 金房医 它是一个医学大家 但是它最初是金房十六遍 这个有机会我们一定会使 什么金骨血脉罐 现在只知道游魂之间就变归魂了 这个过程跑哪去了 那魂刚一没了,就回来了 人刚一没了,又火了 它看似是取了几个节点 只是为了大家更方便理解 但其中有一些细节 你不深挖理解的话 你是很难推得很细的 不明白这个脉络更远了 它也是根据日月五星 什么时间就在什么位置 那一定是有道理的 先天八卦后天八卦 到底为什么这么排 那香树 契礼 何在 我们以前 挖掘过一些 有些还是 要我们一起去探索 好了,说四日乃福 圆恒立正,回望 就是说你整个 象征着一个 要革命的挂 那么 从头到尾都是好的 可见上一个潮在不行了 但是 你想建立信用 也不是马上的 那当四日才行 四什么意思 很多种理解 我们说两个 四十一马位 就是在这个时候 动的时候 你才能革命 就是一种象征 同时四 我们知道上四节 就是祈求上天 上天都帮你的手 就是一个象征 到吉祥的日子 它有诚信 可以过去的朝代 所有的不好 都过去了 诚信应该是 革顾顶心了 顶是心的 那么初九 你想革命 一开始 微微言轻 这个黄牛啊 就像它的皮一样硬 就不说了 黄牛就算死了 它的皮更硬 已经根深蒂固到 心生态了 一代又一代 你想改的很难 但六二呢 你看初九单位都不行 那六二 它阴影 八二行的 但是呢 第一条件也是到四日 第二呢 你阴影你得顺其自然呢 这个时候 别人起完你才能起 你自己主张也是不行的 你起到一个衬托 辅助左右 九三 正凶 你改革看似有护应 右单位 但是在一个多凶的位置 又在中间 所以进退两难 你还是用那种老的方式 一直这样打 也是不行的 你想退也不行 那怎么办呢 又再三的 想变通之法 达到最后的信用 已经赶压子上架了 你不做也不行了 就像九四 也在中 那么这时候 过去的不好的 已经到了新的阶段 上面是对话了 有信用了 但是你这个时候 就像什么呢 你牵挂九四 获悦在院 你真的一种挑战 你万一失败了 你就到了谷底 但是你认命了 你不得不这么做 冒天下之大不为 那九五呢 那军位 可见 这个改革成功了 那么这时候 就改头换面 你做主张 可想这一定是好的 那上六呢 穷扣莫追 你变了 也不是什么都变 也不是什么都得 听你的 该想想怎么维持初心了